农历新年将至 除了中国外 韩国点越南点印度尼西亚 及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国家 把农历新年定为假期 全球华人欢兴诸年到来 购物商场也换上新布置 充满过节细分 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却几乎看不到和朱有关的装饰 吉隆坡居民安齐 像BBC中文表示 往年各个购物广场 都会以干年生肖作为装饰主题 今年却没看到任何商场 以朱作为装饰 取而代之的事则是花圈点灯笼 或各籍贯的文化特色 他无奈地说 商家卖的红包带 没有和有朱有关的设计 就连朱娃娃也看不到 另外 据了解 马来西亚邮政公司 过去每年会推出生肖邮票 苟年推出工作犬邮票 朱年则未推出与朱相关的邮票 改为发行节信邮票 马来西亚有六成人口是穆斯林 民事法庭与回教法庭并存 实施伊斯兰教法 对于穆斯林而言 猪是不洁的动物 因此 穆斯林既不能触摸 也不食用猪肉 华印约有七百万人 是继马来人后的第二大民族 占总人口数二十三 百分之二 马来西亚相因考古工作者张提安分析 过去这十年来 前朝政府 前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执政时 常以宗教手段或政策分化马来人和华人 华人为了不惹麻烦 凡事都会以穆斯林作为第一考虑 而牺牲自身的传统文化 他举例 像是印制农历阅历的华人业者 每到狗年和猪年 就不会在阅历上印制动物图腾 他曾经询问业者 业者解释这是为了避免争议 才没有印制 他强调 马来西亚政府并未禁止诸的图腾或肖像 但华人退让 已经成了习惯 担心招惹争议 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张吉安对BBC中文说 华人在文化上已经习惯退让 在别人没有审查你前 就先自我审查 管如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 满可悲的 张吉安透露 他在1月26、27日所筹划的磁场接年未节的新春市集 他刻意打扮成猪八戒 并在街上布置猪的图腾 就是要突破限制 希望华人能克服恐惧 让大家知道 在马来西亚表现华人传统文化 其实没问题 他说 实现自己文化与习俗 却要考虑其他种族的想法 这并不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表现 事实上 在马来西亚 不止它在文化上试图突破 沙巴州首府刚结束的亚币艺术市集 Jesuitian Artisan Market 有一对穆斯林夫妇 因为贩售猪形状的艺术品 而在社交媒体上爆红 马来西亚媒体报道 该穆斯林夫妇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带动其他人了解伊斯兰教及穆斯林 加深彼此之间的认识 互相包容 进而消除对各自信仰和族群 因为误解所引起的纷争 张吉安向BBC中文表示 马来西亚的年轻华人 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感到疑惑 想要同时证明自己爱国 却有想要保留自身的民族与文化 因此在自我认同上 不断地在寻找跟抉择 同样位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 是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 印度尼西亚华人 虽然占总人口数不到百分之五 但却有超过一千万人 过去 在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 担任总统时期 禁止民众庆祝农历新年 直到2002年 印度尼西亚政府才正式将农历新年 并为国定假日 华人才逐渐开始庆祝农历新年 因此今年面对猪年 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感受有所不同 居住在雅加达的黄罗宾 向BBC中文表示 12年前 春节期间只有少数华人区的商场 看得到一些春节装饰 住的图腾几乎看不到 但这几年开始 各大购物中心都会针对春节举办新年活动 他举例 我住的社区 到处都看得到红色的春节装饰 他强调 现在华人和穆斯林 都会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节日 曾经留学印度尼西亚的台湾 正修科技大学教授戴外平表示 印度尼西亚开放改革后 雅加达中国城 许多废弃建筑 重新改造 对华人而言 非常重要 正在雅加达出差的他 向bbc中文表示 感受到非常浓厚的过节细分 跟台湾相比 更有年味 他说在雅加达华人区的购物中心 就看得到印制小猪的服饰 不过在印度尼西亚 并非各地的人们 都对春节报时开放心胸 今年印度尼西亚贸物市 Bogo 就有穆斯林团体要求当地政府取消庆祝农历新年和元宵节的活动 根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 贸物当地的伊斯兰协会 Bogo 向市政府发出公开信 要求禁止2月5日农历新年公开庆祝活动和元宵节庆祝活动 并呼吁穆斯林不得参与相关活动 不过贸物市长 Bima Bima R Yasunjata 表示 文化性点是城市多样性的一部分 因此不会禁止民众庆祝农历新年和元宵节 另外 印度尼西亚宗教部长 鲁克曼·拉克曼·哈根·哈根·萨斯兰 也公开表示 支持贸物市政府 庆祝农历新年和元宵节的活动 根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有大约2000万信仰伊斯兰教的教徒 12年前的朱年 曾禁止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和广告中 出现朱有关的形象和用语 避免引起穆斯林的不满 当年央视的春节晚会 也淡化了与朱有关的图案 而今年再次遇到朱年 是否会为了顾及各界感受 而淡化的朱的存在 引发关注 中国大陆官媒人民日报 日前在该官方微博 发出一张图片 将俗语吃猪肉 称为炖带肉 引发许多网民不满 有人留言 腊月26 既不是炖牛肉点羊肉 也不是炖什么大肉 而是炖猪肉 有关穆斯林与汉族的争议在中国时有所闻 像是去年 中国哈萨克族的演员热衣扎 曾在微博上表示 其实我也不过这个节春节 而就被多名网民攻击 事发后删光微博内容 据了解 中国在2017年 大幅提升在西部新疆自治区的安保支出 而据称 那里有数以十万纪穆斯林被拘禁 BBC也曾报道 中国被控将数十万维吾尔穆斯林送进在教育营 当局称这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设立的特殊学校 总部位于美国的詹姆斯堆基金会 James Tom Foundation 声称 在2016至2017年间 升幅达213%的费用支出 几乎解释了全部与安保相关的设施建设 另有卫星数据显示 新的安保设施在2017年显得增加 中国方面称 这些是培训中心 新华社安卡拉 1月14日电 记者秦燕阳诗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14日就叙利亚局势通电话 讨论了落实叙利亚北部曼比进安全合作路线图 在叙北部建立安全区和美国从叙撤军等问题 土耳其总统府 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埃尔多安与特朗普强调 应落实曼比进安全合作路线图 防止该地区在美国撤军后 产生权力真空 并避免任何因素干扰美国撤军 双方还商议在维护叙利亚主权完整前提下 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没有武装分子的安全区 声明说 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表示 土耳其支持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 愿为美方撤军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埃尔多安重申 土耳其